什么样的车 让我们的海力 他会说 这台车很多的小细节 需要堆叠上去的 那就是Range Rover Evoque 对不对 那我们就请海力带大家来看看 Range Rover Evoque 到底有哪一些细节处 是非常非常吸引它的 你看我们女生 只要打开画脚 基本上这一款车 就决定 在这个地点是你了 对 是你了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海力 你要有这样的预算的话 你真的会推荐给很多的 女性消费者 你觉得这台车 非常适合女孩子 对不对 我觉得这台车 因为我个人是生活在都会地区 我觉得车格不能太大 但是又要保有空间的机能性 因为这台车 其实它有点像是小修旅 甚至是跨界修旅 像是紧凑的CUV这种感觉 对 所以你载人载物 你的这些需求都可以被满足 之外它的外观 可以看到你看圆润的车头 它的家族型水箱护照之外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大改款 跟上一代其实外观 乍一看会觉得好像差不多 但其实细看 可以看到像它灯组 这些小细节 它都有去做琢磨 像你看这灯组 它把它做了一种 矩阵型的变化 仔细看它的灯条 它不是那种方方正正 很锐利的 它其实很圆润 这种线条 然后是不是有点像漫画里面 你画那个女生眼睛大大颗 水汪汪的 对 都会有那个亮亮的点点 有没有 就是在这里 对 所以这台车 如果在夜间 你会想到两个眼睛闪亮亮的在看我 所以我满喜欢它这个灯组的 然后因为我们这一台车 它是搭配 那个A-Dynamic的这个套件 但它其他版本 它的这个进气口 甚至还有玫瑰晶的度 的那种饰调 对 另外一个版本 你可以选择的 对 玫瑰晶 就是我们一般不会想象 在车上出现的元素 通常都在3C产品上面 对 或是小小一个 你在手机上 3C产品点缀用 那这个东西 它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实车 我有点被惊艳到 我觉得它跟整台车 融合得很棒 而且那玫瑰晶 是那种画龙点睛 女生你一看 你就说 其实这个小细节 它在外观 它就是一个小点 但真的是加分不少 可以看到它这个摇线 在车色的部分 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真的有一点点像 跑 像是这种跑旅车的感觉 对不对 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摇线 前低后高 包含说上面这个车顶 也是前高后低这样的设计 其实我觉得 整个视觉看起来 我会觉得说 车窗是不是有点窄窄的 可是比较有跑格的车 这不就是这样吗 没错 就是要这样 而且其实它这里你会觉得说 后座的头部空间被压缩了 但其实不然 你坐进去 因为它这里有全景天窗的设计 玻璃车底 对 你整个视野是很开阔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前后座的 乘坐的舒适度都有被保留到 包含说你看这里车门板 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CUV跨界修律 他们很喜欢在车门的下缘 加入很多防刮材质 但这台车我最推崇的就是 它没有任何一点防刮材质的露出 都是用这种黑色钢琴的烤漆 然后尤其它下缘 所以它质感真的提升很多 对 尤其它下缘有点这样包覆进去 所以你看如果你是霸道女总裁开门 也不会被车门这边脏脏的东西 勾到脚拉 勾到鞋子 或是我们穿那种宽裤 会沾到不会 除了刚刚车门下缘这个小细节之外 它的车门有一个点 是我很喜欢的 开口够大 开的角度够大 我们穿窄裙 或是有时候裙子 我可以很轻松地上车 转过来 因为要上车 如果开口不够大的话 你还没有办法这样优雅转身 对 就是还要挤来挤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女星车主 我就会看这个小细节 包含说坐上来 来 我来发动一下 整台车包含说12.5寸的 这个中央的数位仪表板 还有两个10寸的触控荧幕 所以坐进来 整个科技感浓浓地飘过来 而且今天你穿这样子 坐在这里面好搭喔 就是少了一副墨镜 你还要做霸道女总裁吗 对 尤其刚刚你们 在介绍马三的时候 有提到说 有些女性车主很喜欢 透过去改装弄后视镜 让我们后面的视野范围 可以更广 然后觉得说可能更安全一点 但这台车它的特点就是 它已经配好配满给你 电子后视镜 对 它有个clear sight 这个后视镜的功能 所以透过按键 然后后面它有个镜头 藏在鲨鱼鳍里面 所以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后面的行车状况 它甚至比你自己看的视野范围还要广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真的 女性车主你会去看到的小细节 包含说你看整个 它这个车架配合这个质感 一定要整个摸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说的细节 营造堆叠起来的奢华感受 也有很多的女性消费者会认为说 我想要选一台很有品味 然后跟大家有稍微与众不同的那种观感 像这种来自于英伦品牌的Range Rover的话 很多女孩子看到都 哇 好好看喔 可是大部分更多的女性消费者来说 我们当然要从男性的观点 身为老司机的乃哥 你会推荐给广大的女性消费者 什么样的车款呢 当我要推荐车子给女性的时候 我脑海一想就想了几台车 大概就这三台车 结果我看完这三台车一列出来之后 我又看了一下 好多这一个规则 是一样的 注意看喔 都在4米以内 而且都是先背车 有没有发现 所以我发现 刚刚我们有讲到 女孩子购车的5个条件 我觉得那跟择偶的条件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 对啊 你注意看女孩子调东西都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话 我比较一下我这三台车 其实很符合那5个要件 为什么先背车 当然它的空间的使用 会比一般房车容易 因为椅背又可以倾倒 所以这三台车也都具备 再来的话 我觉得像Swift跟芭比亚 它是怎么样 是两个不一样 一个就是欧洲的血统 一个就是日本的血统 它有不同的特性存在 但是你注意看它的价位 是一点一点的往上去 所以我觉得去推荐这些车的话 又外观 性能又好 又省钱 便宜 为什么呢 税金是不是 对 可能Swift Fabia Mini 那个什么后视镜掉下来 可能都不太便宜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外观都要很可爱 尤其你看 海力的选择跟我的选择是一样 所以会有一个Mini Cooper在里面 但是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而且女孩子看化妆镜的时间 比看仪表版多 对 所以包括到刚刚 下去看了再走回来 还是没有看里程 还是不知道里程是多少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 像Mini它里面的仪表版的设计 内装的设计 绝对会中女孩子喜欢的心 对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市场上面 Suzuki的Swift 还有Fabia 甚至于在Mini Cooper的部分 也有不少的女性消费者 可是爱戴 以你的眼光来说 你会推荐给女性的消费者 什么样的车款呢 其实你看我选的三台车 一个是Nissan的Tita 一个是Lexus的UX 一个是B&W的E系列 那当然冠宜你对于 Nissan Tita的评价是很实用 对不对 但是冠宜我必须告诉你 这个是我每次推荐给 女性朋友都被打枪的一台车 可是如果我今天已经是家庭主妇了 然后我想要接送我的小孩 我觉得这台车 它非常非常的合一 可是冠宜你知道 问我的都是一些年轻的妹 所以我们是推荐她这个 都被打枪 有家庭的富人一定是问她老公 所以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子 那我会认为外观它第一个 真的是对于女性来说是很重要 还有品牌的一个魅力 毕竟很多女生会说Tita就 好像就是这样子 路上满街跑的计程车之类的 Nissan好像也是路上满街跑的计程车 我说No 其实既然这都是Toyota 你们都误会了 可是还是没办法说服我的那一些 年轻的女性朋友 但是我必须说它是一个非常适合 入门的一个新手驾驶的车辆 包含了女性朋友 它都非常的实用 第一个车身尺码不大 第二个车内的空间非常的大 再来你可以看到Lessus US跟BMW系列 它跟Nissan Tita一样 我所挑选的都是什么 先辈的一个车型 第一个先辈的车型 它的后行李箱的开口空间大 因为我发觉女生非常爱车上堆东西 那堆东西的状况之下 如果像我太太 我给她买了一个四门房车 然后她永远都跟我说 你帮我把那个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因为车子开一开东西就滑到里面去 它拿不到你知道吗 四门房车行李箱 比较深 滑到里面的东西它根本拿不到 所以我觉得女生还是适合 先辈车比较适合 那当然Lessus US是 如果你不想要这种所谓 轿车型式的先辈车 你想要CUV 你想要小一点SUV Lessus US绝对是相当适合的 一个选项 而且最重要是这台车 它是女性的总工程师设计的 不需要我告诉你说 这个配备对女生来讲 非常的怎么样贴心 因为我告诉你 这就是一个女性设计师设计的车辆 它对于女性所需求的一些点 比我们男生还要更加的清楚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女生 比较怎么讲 不能讲她比较Man 她是比较 五一点的啦 她喜欢开快车的啦 比较喜欢爱配车的啦 比如说刚刚女性的选车 这种有一个叫自排 对不对 你叫Iris来 可以讲她一定要手排的 对不对 Iris现在也是开B&W系列 我喜欢那个线条 比较锐利 比较阳刚 而且比较野 就是充满的那种动静 那种感觉 我说我人已经够动 我还是开个车 温一点的好了 所以其实女生对于B&W系列 我相信其实也是相当的合适 那当然为什么 现在新世代A系列 其实很大一个重点 它已经是前轮带动了 所以它后排的这个空间 会比原本一系列 来得更好一点点 不幸我们女生的朋友 穿着高跟鞋坐到后座 想要跨过那个果领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如果以新的一系列来说 它就会减少这样的一个 这个负荷跟需求